美國佛羅里達州高中槍擊慘案發生已滿一個月 當地時間14號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 《預防校園暴力法案》 美國聯邦政府將在未來10年投入5億美元 訓練教師、學生以及執法人員 如何識別報告關於槍擊暴力的信息 同一天 全美多地學生走上街頭 呼籲政府採取實際行動 加強槍制管控